最后就一趟了 这是上叔叔车了 玩这个车直接把它拉到那个 熊岳那个空间站 有警示 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杨志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段 由警方提供的视频 发生在8月13号早上 5点钟左右 视频中的男子 拎着大包小果的 打了一辆出租车 因为东西太多 以至于该男子搬了三四趟 才全都放到车上 那么这位打出租车的男子 为什么会引起警方的注意 他所搬运的那些大包小果里 装的究竟是什么 他又要到什么地方去呢 发现行人 成都这辆出租车 是从八权上车 从我区的熊岳客运站 下车 据出租车司机回忆 当时这名男子上车后告诉他 自己要去客运站 坐客车去瓦房电视 而到达客运站的时间 大概是在早上6点40左右 当时要去瓦房电了 不然瓦房电小客是 做到7点半才过来 通过视频民警发现 该男子并没有等到 7点半乘坐的 前往瓦房电的客车 他下了出租车后 随即上了一辆 前往银口的客车 他现在这些车来热热 到7点15的时候 挑头 车往银口 从这边挑头过来 往北走 他在银口小客下车之后 再一次地乘坐了 一辆出租汽车 前往了银口南高速口 如果按照男子 和出租车司机所说 自己要去瓦房电 那么这条路线 似乎绕得有些远了 当他在银口南高速口 下了出租车后 该男子又换了一辆车 前人在银口南高速口 下车之后 乘坐了一辆当地的黑车 一台银色的轿车 前往了高速上的 西海服务区 到了西海服务区后 该男子又一次下了车 带着自己的大包小果 又登上了一辆 前往大连市荆州区的客车 最终消失在了视频画面里 从之前的视频画面中 可以看出 这名男子随身携带的包裹很多 每次换乘时 他都要来来回回 搬上好几趟 经常出门的人都有两怕 一怕东西多 二怕换乘频繁 可是这名男子 却似乎乐此不疲 他三番五次 不厌其烦地换车 最奇怪的是 他在高速服务区 还刻意换乘了一次车 这似乎有些不合常理 据警方了解 该男子还有一个 令人感到很奇怪的细节 那就是 他每次支付车费的时候 都使用的是现金 从来不用手机支付 那么 警方为什么要如此细致地 排查该男子的行踪轨迹呢 这还得从8月13日早上 警方接到的一起 别墅被盗案说起 当天上午7点多 正陪着母亲 在沈阳一家医院 看病的刘女士 接到了一个电话 当天案发当天的时候 我和我妈去沈阳手术 然后手术刚出来的时候 接到电话 接到我家邻居电话 这位邻居告诉刘女士 她家里可能禁贼了 让刘女士赶快看看 家里有没有丢杂东西 刘女士马上跟自己的丈夫 通了电话 让她赶紧回家看一看 刘女士家在小区里的别墅区 入户门有两个 一个在小区内 需要刷门进卡 进小区的大门 然后再通过单元门 才能进屋 而另一个 则是在临街的院子里 从这里进户 不需要通过小区 直接从门前的马路 就可以开门入户 被害人刘某这个别墅 大门是冲在冲南 冲着马路的 不是冲在小区内部的 是敞开式的 虽然安装了电子指纹术 但是成年人可以 可以翻越他家的围墙 进入他家的院内 他从旁边隔壁 因为隔壁那家的装修 没有那大门 他们直接就 他一个人之外 就直接从那块就跨过来了 跨过来以后了 然后把我家的玻璃 就给砸碎了 砸碎了进来的 因为刘女士的手机 连着家里的视频探头 所以可以清楚地看到 嫌疑人整个的作案过程 由于当时家中无人 所以嫌疑人翻找东西时 显得不慌不忙 异常从容 刘女士的丈夫急匆匆赶回家以后 发现屋内一片狼藉 家里的贵重物品 也基本上被洗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